週四雙北新增的本土個案都是11人 確診數重回二位數 台北市有8人居隔轉陽 新北則有7人 台北市長柯文哲指出 全市各區都有潛藏感染者 但週三做了1600個人的篩檢 沒有人驗出陽性 目前整個台北市的潛藏的感染源 全市各區都有 所以要一個一個清掉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現在被攔下來 大部分確診者的接觸者 在居家隔離當中被攔下來 這才是主力 真的在社區趴趴走的會感染人的 其實在目前狀況是不多 但是不多是不多 它還是讓我們一直困在 每天10個上下 柯文哲表示 要進一步減少感染者 必須要有更好的辦法 並表示 為了減少居家隔離轉陽者 造成家戶感染 從週五起 所有新匡列的居隔對象 除非一人一戶 否則都要到台北市的 居隔旅館隔離 而對於中央表示 7月26號起 三級警戒有機會環波市降級 雙北都主張應該逐步放寬 階梯市分階段來執行 一定以戶外為優先 室內其次 最後是脫口罩的行為 逐步換寬管制 這樣也比較好觀察 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台灣也不是清零 還是社區還是有潛藏的案例 所以一下放開 還是會感染會衝回去 所以我們建議還是從那個 柯文哲以國外經驗為例表示 突然放寬 幾天後疫情就爆發 不應該重複失敗經驗 另外有媒體關注 台北市找尋管道自購疫苗 對此柯文哲說 在民間團體確定捐贈 共1500萬劑BNT疫苗後 台北市就停下動作 未來如果真的需要購買 會依尋專案的標準程序 去申請給中央審核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瑋 黃燕玲台北新北報導 獲樂 外面 雖然